两天内将会出面说明案情 您来训练林一峰 蔡春春 许家事 张炮报导 跟土耳其的探险队 历经了千辛万苦 他们在土耳其亚拉腊山海拔四千公尺的冰层当中 一次看到的这是挪亚方舟的遗迹 如果说真的缺之万切的话 那么是不是推翻了所有的历史故事 在今天我们有相当详细的独家观察 以及完整报道 不过等一下在新闻画面上 您将会看到一次挪亚方舟的遗迹 包含它的木绳孔 它的横梁 还有深达十几米的船舱 都在镜头底下 因一呈现 是那个狗 但日到几日不知道 因为暂时看见这些冰封了 来到一次挪亚方舟的遗迹 把得知范围探险队继续观察 首先发现的是木损插入口 这是古代造船常见的技术 目的是提高组装密度 为了确定是不是方舟探险队持续深入 往内走看到木直楼梯以及大型横梁 似乎是在巨型船舱内提供上下楼使用 这符合了圣经创世纪第六章所描述 方舟要分上中下成的说法 而且越往内走越惊人 第二个木损孔出现 正是当时的组装技术有一定水准 而且冰封四周随处可见木头 发现也越来越多 另一个空间 队员要划绳而下 疑似船舱空间被高高的木墙包围 跟创世纪第六章记载 方舟高度三十九 也就是十三点四米的说法 不谋而合 而且跨过另一个空间 似乎是提供休息的小型卧室 一路上的发现都跟船脱不了关系 让探险队更加坚信 这些遗迹就是挪亚方舟 接下来只能等科学遗器分析 如果检测出来的建造时间点 跟圣经记载一样 那真的会是世上最伟大的发现 你的新闻综合报道 跟东亚方舟水上关系的 究竟是洪水或者是地震 在今天我们有相当多的独家追踪 不过是像刚我们所看到 这个独家观察